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数人的反应是惊讶 告诉我 急匆匆一大早赶着出门 孩子呢 却磨磨蹭蹭的 晚上你已经快累趴了 他却拖着不刷牙 不睡觉 明明游戏时间已经结束了 却乱发脾气不肯回家 一顿饭 能吃上个把小时 你还要我陪他玩游戏 真没那个耐心啊 忍住不发火已经不错了 怎么玩啊 说到这儿我必须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非常幸运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不需要再摸索了 你有一个完美的引路人 他能带你走进游戏的世界 我不是在说我哦 虽然我很愿意帮你 解铃还需细铃人 孩子才是你的老师 游戏就是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世界 这个孩子们天然生活在其中的游戏世界 我把它叫做游戏区 孩子们是主人 是原住民 而我们成人呢 只是访客 就好像我们去国外旅游一样 如果我们想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 想了解他们的习惯 语言 我们当然要去向原住民求教了 所以说你进入到游戏区 培养玩的能力 必须要向孩子们学习 要加入他们 跟随他们 事实也证明了 比起说教 乘法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如果能把你的那些问题 带到游戏区里面来解决 不光能让你们更欢乐 还能更快 更有效 好 接下来就让我们真的进入游戏区吧 那你要干的第一件事呢 就是坐到地板上 加入孩子的世界 就算孩子年纪稍微大一些了 我们加入他们的方式呢 还是要坐在他们的身边 可以让他们教我们玩那些 他们喜欢的游戏或者活动 入乡随俗嘛 到了这儿就要遵守这儿的规矩了 说他们的话 干他们的事 也要对我们这个认为虚构的世界 保持开放的态度 最重要的是 在这儿 想象力可比现实的那些规则更重要 我们还要加入运动类的游戏 比如说跑 跳 摔跤 一开始做这些事情 你会感觉有点别扭 对呀 因为你来自成人世界 严肃正经是那里的默认要求 试想一下做做孩子们在做的事情吧 或者只是跟随他们 你也会慢慢习惯的 当我们完全沉浸在游戏中时 时间仿佛都会停止的 而且在游戏区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欢乐 这里有对世界的探索 更有对重要生活技能的练习 当然我们也不是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游戏区 在游戏时间遵循孩子的规则 会帮助孩子在游戏区之外 遵守你的规则 有一位妈妈就给我讲过她的故事 当她决定不再强迫孩子总是适应成人世界 反而加入孩子的游戏区之后 竟然发生了神奇的事情 我们来看看她给我写的信啊 她是这样说的 刚才我正打算在家办公 女儿呢哼哼唧唧来找我了 我知道她想让我陪她玩 过去我总是很严肃 很坚定地告诉她 你要乖 要尊重妈妈的工作时间 妈妈工作的时候 你应该自己玩 通常她会继续打扰我 然后呢 我要更大声 更严厉地说 直到她停下来 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个很合适的解决方案 让她不高兴 我也很不高兴 可是我找不到其他的办法呀 不过这一次 我打算听取你的建议了 工作之前 先跟随她到游戏区玩一会儿 我放下手里的工作对女儿说 我可以陪你玩几分钟 然后再开始工作 我们现在一起画了一幅画 之后呢 又玩了一个大怪物游戏 大概就是我装扮成一个傻乎乎的吃帽子的怪物 打算要吃掉她的帽子 她大笑地躲闪着 然后她把我变成了一个亲嘴大怪物 后来又把我变成了抱宝宝大怪物 反正特别的开心 我跟随她的安排配合演出各种怪物 在知道游戏区之前 我最多呢只会在讨价还价之后 同意陪她玩一个游戏 一个看起来 嗯 反正不那么傻的游戏 但当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访客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玩起了这个 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游戏 并且是让孩子来制定规则 我在游戏中的跟随 让孩子很开心 在她把我变了几次之后 我说 请把我变成一个工作的大怪物 派我去工作吧 她同意了 还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蜗牛 慢慢地爬走了 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 这并没有浪费我宝贵的工作时间 反而因为孩子愉快的互动 让我感觉非常好 我在工作的时候 也变得更有创造性 更高效了 令我更踏实的是 至少一段时间内 我知道它会让我专心工作 不会不停地跑来吸引我的注意力了 您看 这个故事中 妈妈愿意陪孩子玩 而且他们共同创造了这个游戏 当你进入游戏 去拜访孩子的时候 根本不用担心该玩什么 重要的是保持游戏力的态度 而且同意 孩子成为你的向导 傻乎乎的怪物游戏 解决了孩子干扰妈妈工作的问题 妈妈的跟随呢 让孩子感受到自己充满力量 还体会到 原来对于妈妈来说 它是这么的重要 而且你发现了吗 我特别喜欢游戏的结束部分 孩子把妈妈变成了工作的怪物 这就是我所说的 把挑战带入游戏区 并把它化解的意思 如果你还不太知道该如何开始 那我希望下面总结的五个步骤 能够帮助到你 听清楚了哦 第一 脸上挂着大大的微笑 这会告诉孩子 你不会有麻烦的 注意 为什么要笑呢 因为如果孩子觉得自己会有麻烦 那根本就没有心思玩游戏 第二 跟孩子说 哎 发现没有 我注意到我们在妈妈工作时间这件事上 已经纠缠太久了 或者说 我们每晚都要为刷牙这件事讨论 注意 为什么要说我们呢 再次强调一下 假如我们伸出手指着孩子说 都是你的错 那这就不是游戏里的解决方式 我们要传递的是 我们遇到问题了 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它 第三 问孩子 你注意到了吗 比如说 你注意到了吗 是不是每次准备上学前 我们总会遇到一点麻烦呢 你有没有注意到 你喜欢慢慢的吃早餐 而我希望你更快一点 注意这一步啊 要把问题摆到明面上来了 但是因为是在游戏区 所以这样的表达呢 不会让情况更严峻 也不会有那种羞辱的味道 第四 对孩子说 让我们一起玩一个 关于他的游戏吧 并且暂停一下 孩子很可能会接着说 是啊 我注意到了 你就可以说了 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 关于他的游戏吧 然后停下来 为什么要暂停呢 因为很有可能 孩子会想出 比你想到的更棒的游戏 而且你所需要做的 只是去跟随他们 第五 如果孩子这时候 没想出什么好点子 你就可以说 那你希望扮演什么 比如刷牙这个例子吧 父母可以说 你希望当孩子 然后我还是那个 很严厉的 让你刷牙的爸爸 或者你来当爸爸 然后我说 不 我不要刷牙 或者我们可以把家里的 网偶全都拿出来 然后给他们刷牙 提醒你啊 如果孩子更大一点 我们还可以玩 角色扮演的游戏 将我们经常发生的 争执演出来 我们可以扮演自己 也可以互换角色 在游戏区里 这种角色扮演呢 经常会创造出 新的解决方案 并且会减少冲突 即便你们正在表演冲突 当你们将冲突 表演出来的时候 家长和孩子最终 常常会自己 把自己逗乐 好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刚才的整个过程 首先 从一个大大的笑容开始 用嘿我留意到 我们有这样一个问题哦 你发现了吗 将问题带到游戏区 问问孩子 让我们一起来玩一个 关于他的游戏怎么样 你想怎么玩呢 有什么好点子没有 如果没有 就让我们来 把它演出来吧 无论你们现在玩的怎么样 你们都在 更富有创造性的 使用游戏的力量 来解决问题了 我也明白啊 这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呢 依然很有挑战性 尤其对于原本就在 严肃教养的氛围当中 长大的中国父母来说 可能更难一些 所以我准备了一些 小窍门来帮助你 找到游戏区 还能更有效地运用它 享受这个过程 有一个妈妈 她就很抵触玩游戏 实际上 当她的小儿子 叫她一起玩的时候 她甚至有点害怕 我安慰她说 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 她产生的感觉呢 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 我是这样建议她的 我说你能不能留意一下 那种抗拒害怕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样的 是像有很重的东西 把你压在椅子上 让你没有办法站起来 或者是像浇了一盆冷水一样 还是说有一种 相互拉扯的力量 让你左右为难 一股力量把你推向孩子 同时呢 又有另一股力量 把你往反方向拉呢 你可以感觉一下 你的肌肉是不是很紧张 当你开始游戏的时候 身体的感觉 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心里面会涌现 什么样的念头呢 这个时候 你可能真的需要 深入地探索一下 自己的内心 才能发现 这些思绪和念头 有可能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或者 我害怕自己做错了 做得不好 再或者你会想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 等着我去做呢 这是浪费时间 这些 这些藏在你身体当中的感觉 以及你头脑当中 出现的这些念头 都是阻碍你进入游戏区的 一些线索 我的建议是 尝试挑战这些想法 比如说 当 我可能会犯错 这个念头升起的时候 那就这样想 我的孩子只是想要 我跟他一起玩 他并不在意 我做的到底好不好 另外更多的时候 你需要的是 抛开这些顾虑 真正的投入游戏 不要在意 自己是不是擅长于此 只要你尽力了 你的孩子 就会特别的高兴的 而且会把你需要 知道的一切 都交给你 那么 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留出20分钟 对孩子们说 我准备好开始玩了 无论他们提出 什么样的建议 都加入他们的游戏 这会让你逐渐成为 游戏区的行家的 选择一个真实的 日常挑战 比如说 收拾玩具 或者是去做作业 带着一个大大的笑容 让他们知道 你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问问他们 是不是也发现 这个问题了 愿不愿意 和你一起来玩个 相关的游戏呢 祝你玩的开心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我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 你会想起来